刚才本来跟宝宝分享问好 结果有个大姐在那边扫地 然后昨天是情人节 你看老姐刚分手为99 应该是还挺悲伤的 不过我确实还是想到了 我前男友想了几次 但我想这种事情 对吧 也就是这么回事 想的时候其实也都是一些那种 很短的一瞬间 就不像我刚刚跟大家分手那段时间 会想的比较多 然后我感觉确实 我觉得自己还是恢复挺快的 然后昨天在下午的时候 大概两点钟时候 然后我就看机票 然后就看到清麦的机票 然后我就瞬间做了个决定 我要从曼谷来到清麦 然后我就订了一张机票就过来了 就是整整的从决策 就是到了清麦的时间 总共就4个小时 然后我的那些闺蜜 他们有些人在清麦 他们之前叫我过来 我都说不来不来不来 结果就是他们上马上跟我聊天 然后下午我就已经到清麦了 然后就把他们吓了一下跳 就说妈呀你这个老姐姐 你这个就是做决策啊 这个执行实在太强了 怎么说说说风就是风 说雨就雨的那种感觉 然后来了清麦之后呢 我就找了我那个美国的闺蜜 其实一开始呢 我不想在清麦待的时间太久 我想先去那个派遣 然后呢我就跟那个美国闺蜜说嘛 我说你这边方不方便住啊 我就住过去住过一两天 你知道 right now 我能够有这个APP 可以转上两个摄像机器的 前面和后面 啊 啊 那是酷 然后因为我真的觉得啊 就是我不能够一个人单着 就尤其刚刚分手之后啊 尽量避免啊一个人 一个人的话会那个对吧 就是孤单寂寞冷啊 就会想起这些成年往事啊 啊速速流泪 然后呢我的闺蜜嘛 之前呢原来也是在潘安岛的 他也是跟他的前男友啊 就是那种爱恨情仇啊 纠结不不完的 都分手一两年了吧 应该是分手一年多了吧 反正还是在那边 有时候还会就是 哎呀反正是纠结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嘛他看到我恢复得很快嘛 他就说你就是水瓶座 也要水瓶座就是这样子的 我说他妈哪有 我觉得你这种才不正常啊 怎么纠结纠结了一年 还他妈都放不开手 我就是想不通啊 我真的是觉得 昨天不是前天节嘛 我们就晚上啊 就是他盛装啊 这个打扮一下 然后我就穿的很朴素嘛 就穿件衣服 我像个捡垃圾的一样 哎呀我觉得确实啊 就是那种好穿的不好用啊 好用的不好穿 就是那种中看不中用啊 中用不中看 反正就是这样子的啊 然后我就想如果假如说 我再去买多待一段时间的话呢 我大不了买一些衣服嘛 对吧 就是有几个酒吧聚集的地方 这让我还是挺大跌眼镜的啊 因为在潘安岛嘛 我都没有见过这么人群聚集的这个情况啊 因为潘安岛那边还是对这个疫情的这个所谓的啊 还是比较 虽然也不是特别的注重吧 我感觉还是稍微有点注重的 然后我就来这边之后 人家就根本就不管啊 这个酒吧里面全部都是人 就人挤人你知道吗 就感觉天呐 但我觉得如果国人刚刚来这边的话对吧 然后呢就是看到这么啊 人挤人的啊 然后呢这种活动啊 我估计是受不了的 老姐遇到了一些有事的人和事啊 就是我在那个曼谷那边吧 住在一个亲女 然后呢我在亲女里面呢 就认识了一个意大利人 然后呢意大利人呢 就是已经是53岁了 然后我们在逛公园的时候嘛 我就问他 我说哎你这个就是对感情是什么想法的 他说他还是单身 然后呢没有子女 然后你们也知道老姐姐这种采访能力特别的强啊 就是能够打破砂锅问到底啊 而且就是这些人会很愿意跟我讲这些事情 他是那个市场营销的顾问 他之前呢是在一家英国的公司上班的 在那边可能工作了四五年吧 然后收入也很不错的 就是三年前嘛 他就辞职了 就一直在东南亚这边啊 柬埔寨啊老沃啊 因为我刚分手嘛 我就问他 我说你对这个感情啊 这个关系啊 恋爱关系啊 是怎么看的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嘛 对这个事情还是有向往和憧憬的 然后年龄大了之后嘛 他对这个事情就慢慢的无感了 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就特别的消耗人的这个精气神 那你现在的这个在这方面的追求是什么呢 他说他就喜欢在不同阶段啊 能够遇到啊不同的女的 然后在一起呢 反正能够开心一阵子就好了 然后我就回想起来嘛 确实啊是这样 就是其实我要每天啊 就到处就吸鸡巴啊 到处的这种到处沾花惹草啊什么之类的啊 就是我还挺快乐的 反而嘛跟这个傻逼这个瑞士男的嘛 他妈在搞这种谈恋爱什么之类的 人嘛就是你知道啊 就会这个情绪有一个很大的波动 然后我感觉很多事情嘛 其实就一种经历 就是你经历过了之后啊 你就不想再去再去耗着了 因为可能每一次这样的经历 其实都是一种重复 就好像说你已经生了一个孩子 两个孩子了对吧 然后这个经历有过之后呢 你说你再要孩子对吧 你就没有那个兴趣了 所以我感觉对我而言嘛 就是我现在的心态嘛 也是这样子 就是说可能对吧 觉得有个人陪伴是个好事 但这个陪伴呢 其实不一定说非要是有这种恋爱关系啊 什么之类的 因为原来我在上海的时候嘛 我收养过两个流浪汉 然后那段时间我也不谈恋爱啊 然后呢就是就是每天跟流浪汉在一起挺开心的 你知道吗 就有人跟我陪有个人陪 所以这个瑞士前男友嘛 我就觉得就是特别的 你想想看啊 就又有感情付出 然后也有陪伴 然后我也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 最后嘛就鸡飞蛋的啊 所以我感觉这也是一种经历 对吧 就人生嘛 对吧 就各种经历可能都要经历一下 但是经历过之后呢 就一定要拨开云雾啊 见月明 所以佛说嘛 要放下执着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觉得经历过这次事情之后呢 我对这个佛教的一些想法呢 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就是我感觉呢 其实佛教呢 他是这样 他一上来呢 就告诉你 就是要断舍离啊 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是并不同意的 我感觉其实这个过程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人啊 他刚开始的时候 他应该就是那种想方设法的 去经历越来越多的这种事情 然后呢 等于说把这个人生丰富起来之后呢 最后呢 他把什么事情都尝试过之后 对吧 这个酸甜苦辣咸 都走过一边之后呢 想清楚了 想开了 然后他选择了这个佛教的断舍离的这条路线 但是我就不同意说 佛教这种一上来啊 就是什么啊 断舍离啊 六根清净啊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我觉得如果说一个人 他一上来 对吧 就是六根清净啊 一张白纸 这种之类的 只能说明这个人的一些思维 思路 太脱离实际了 所以我认为还是要有一个先后关系 就首先呢 一定要对吧 堕落 堕入红尘 红尘滚滚 然后我觉得第二步呢 还到了这种脱离红尘啊 远离这种 这种七情六欲啊 什么这些的 我感觉我现在呢 就慢慢慢慢到这个情况了 因为我跟一家里人说嘛 我就说其实呢 我这个啊 这个对象啊 都已经交往了这个 就是那个啊 已经有一千多个了 然后呢 我现在就各种人种嘛 都已经尝试了一遍了 然后呢 有些人种呢 我就已经反而非常腻了 就比如说 我跟东亚人嘛 就中日韩啊 就已经发生过 就是两三百了 对吧 我就已经腻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现在看到任何的这个 就是中日韩的这种人种 我就没有那个性质 然后呢 东南亚嘛 对吧 我也玩了很多了 也现在腻了 然后呢 印度人呢 就是印度一点 什么斯蒋卡呀 巴基斯坦啊 我也玩了超多 现在也腻了 然后除非那种特别好看的啊 还会有点性质 然后就说到白人啊 白人我感觉啊 就已经有一点点腻了 就是中东人嘛 还差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那个黑人 黑人还没有腻 还有拉丁裔的 也像这种不断的啊 升级打怪一样 然后就是 往后面越走呢啊 就感觉啊 就好像越来越玩到头了的感觉 然后老姐姐呢 就问了一大利人 我说你现在有多少存款 那一大利人就开始支支吾吾不肯说啊 我说你快说啊他妈的 我就不会把你的钱偷了 抢了什么之类的 大家聊天吧 对吧 就是我跟你都是陌生人 然后呢 我们都没有联系方式 对吧 你想那么多干嘛 反正就畅所欲言聊呗 他说呢 他现在有存款呢 差不多是人民币有200多万的存款 然后呢 房产呢 就是没有 这等于他母亲有一个房产 我说那你母亲如果走了之后 这房产应该就是你的吧 他说啊 这肯定的 就说你这意大利的这个福利也不错啊 你说你现在有这么多存款 然后呢 你养老也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意大利人嘛 最近就一直在找工作 因为很快就是他的这个旅游签证就到期了 他要把它转变成这个工作签 然后他在这个亲历里面嘛 就每天呢 就坐在这个楼下 反正也不出去 不去看别的事情 就在那边不停的这种搜这些工作啊 然后投简历啊 然后还去面试 然后呢 他就跟我讲一下他的面试经历 有一些这种什么初创企业啊 然后我就问他嘛 我说你现在什么心态呢 我说你本来呢 其实可以不用工作的 对吧 但是你还现在还要就是 对吧 被人家面试 被别人筛选 自己就像一个产品一样 我觉得你这个是何苦呢 然后他就跟我说呢 他说确实啊 就是他觉得最近挺沮丧的 因为嘛 就是不断的有人拒绝他啊 这个公司呢 对他也挑三减四的 然后嫌他年龄大 什么这些的 然后呢 但是他觉得呢 就是这也是一种经历 啊 我感觉我也是认同的 如果说你只是把它当作一种经历的话呢 我觉得确实啊 就是你也不会在意这么多 所以呢 跟着意大利人聊天嘛 我觉得在有些方面呢 确实是比较有收获的 一方面就是他作为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啊 他怎么来看待感情这些问题的 我觉得在我跟我 然后跟我这方面就非常有共鸣 然后另一方面呢 就是说他怎么看待工作的 我也就是 也会有一点点的启发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 感谢宝宝能观看啊 老姐姐现在啊 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啊 所以嘛 就是这种啊 到处走走 到处拍拍啊 宝宝能看得开心就好了啊 喵喵